把需要用到的锅容器和手都洗干净 不可以有任何一滴油 今天要浸泡三种海参 凸参一大一小 猪婆参都是原本尺寸 水装拌满 开火煮沸腾 不同的海参要分开锅煮 水沸腾后海参不需要清洗可直接放入 大火煮15分钟 过后调小火再煮15分钟 15分钟后关火 静止24小时 过程中不可以开盖 这是第二天浸泡后的海参 放入干净的容器里慢慢清洗 容器一定要大才可让海参浸泡中扩大 放进冰箱里冷藏24小时 第三天跟第一天的步骤一样 之后煮的所有海参时间六分之五分钟就好 煮好后静止24小时 第四天海参已经泡软了 接下来的步骤很重要 剪刀也要清洗干净 凸身用剪刀剪开 剪开后把所有的内脏和纱全轻轻地挖出来 猪婆参不用剪开可以直接清理 如果不清理干净 之后的海参会散发出臭味 接下来步骤跟第二天一样 静止24小时 第五天有比较小的海参 但已经是你要的柔软度 就可以直接单独包装放进冰箱 而还有硬的就继续第一天的步骤 第六天触摸柔软 就可以单独真空放进冰箱 随时就可以拿出来烹饪了 放一年都没问题 要煮时放入姜片汆烫取芯